快点拍醒牧师 于是我就不快开心牧师 但是有料到了 那他又被我叫醒了 那他就被我叫醒了 那我就跟他讲了这个图画 那接着的信息又交给他了 然后信息就交给他了 给一张声耶稣 多谢师母 我需要一个讲解 我们把他讲了它 在这幅图画里面 在这幅图画里面 我们看见的唯一三个字 就是好好family 其实整个信息 圣灵要跟我们讲的 就是好好family 这三个字不是我的 是师母梦中所看到的 神要讲的就是好好family 如果将来有好好family之事 都不错的 如果将来我们有好好family之业 也不错 Amen 原来神要祝福我们的家庭 原来神要祝福我们的家庭 他要让我们每个家庭 都成为好好家庭 他要我们每个家庭 都成为好好家庭 这个信息太重要 这个信息太重要了 没有人想得到 没有人可以想到的 神想得到 神想得到 神计划 神计划 就是好好家庭 神的心意圣灵 今天晚上要跟我们讲的 就是好好家庭 我们打开创世纪 第一章二十八节 我们打开创世纪 一章二十八节 二十七节 讲到 神做人 乃是照他的形象 做男做女 二十七节 讲到神造人 乃是按他的形象 造男造女 跟着二十八节 然后二十八节 神就赐福给他们 神就赐福给他们 又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 治理者地 又要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和地上各样 行动的活脉 又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 变满地面 治理这地 也要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首先说 神按照他的形象 做男做女 首先神是照着他 自己形象造男造女 原来我们每个人 都是被神的形象所做的 原来每个人 都是被神的形象所造 神的形象 神的形象 其实就是神自己 就是神自己 神按照他自己 这样来造我们 神按照他自己来造我们 形象在神学上 就是讲到代表 形象在神学上 就讲到代表 我们是代表神 我们是代表神 就是神造我们 就在地上来代表他 就是神造我们 是在地上代表他 就是我们也都带着神的样子 就是我们是带着神的样子 我们每个人都有神的样子 我们每个人都有神的样子 那神就赐福给我们 那就神就赐福给我们 就对我们说 对人说要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 治理这地 对人说要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 治理这地 这个是神的祝福 那这是神的祝福 这个地方呢 神跟我们说 我们要生养众多 这个地方神跟我们说 要生养众多 原本是阿当 夏娃一个的家庭 两个人两夫妇 神就祝福他们 要生养众多 神祝福他们要生养众多 然后遍满地面 然后遍满地面 好治理这地 好治理这地 我们要明白一件事 神为什么要人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 治理这地 原来这个大地 是堕落了 当天使背叛神 当天使背叛神 整个大地就黑暗 整个大地就黑暗 约面就黑暗 约面黑暗 神就重新整理个秩序 神重新制造 在这个当中 神就造了天地 然后在这当中 神造了天地 然后把人放在其中 其实除了伊甸园 其实除了伊甸园 其他地方 都不是神所讲话 都不是神所讲话 因为整个地方 都是黑暗 但是唯有伊甸园 这个地方 有神的同在 但是唯有伊甸园 这个地方 有神的同在 神造了这个园子 神造了这个园子 就立了戒行 神立了界限 这个园子 就是我同在的地方 所以这个园子 就是我同在的地方 然后把人放在其中 然后就跟人讲 然后就跟人讲 人啊 你要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 在这个时候 人在伊甸园里面 那这个时候 人在伊甸园里面 就是神同在的地方 就是神同在的地方 神和人是同住的 神与人同住 所以神可以随时来找人 所以神可以随时来找人 人也可以随时来找人 人也可以随时找神 并且在这个 人未犯罪之先 还在伊甸园里面 并且人还没有犯罪之先 在伊甸园里面 人本身是有神的荣光 人本身有神的荣光 所以当时亚当夏娃 所以当时亚当夏娃 他是被造之后 其实他是赤身露体 他刺身露体 但是并不羞耻 但是并不羞耻 为什么呢 因为他身上都满有神的荣光 因为他身上满有神的荣光 他看不到自己 他看不到自己 他看不到那个短处 他看不到自己的观众 是神的荣耀者 因为伊甸园就是神同在的地方 因为伊甸园就是神同在的地方 就是神的光光照着他 就是神的光光照他 所以在这个光照里面 人是没有羞耻的 所以在这个光照里面 人没有羞耻 人赤身露体都不觉得羞耻 人赤身露体不觉得羞耻 不是他们无知的 不是他们无知 而是真的在神的荣耀里面 每一个人都是很荣耀的 所以在神的荣耀里面 每个人都非常荣耀 但是当他犯罪之后 这个荣耀没有了 但是当亚当犯罪之后 这荣耀没了 这个荣耀没有了 所以才要找些树叶来遮身体 所以他就要找树叶遮住自己身体 我就觉得自己很羞愧 在伊甸园里面 是神同在 是神荣耀的临在 神祝福人 神祝福人 就说你们要生养众多 是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呢 神的荣耀 不单单在亚当夏娃身上 神的同在 不单单在亚当夏娃身上 神的同在 不单单在这个伊甸园里面 不单单在伊甸园里面 神要亚当夏娃生养众多 神要亚当夏娃生养众多 就是要很多的人 所有他的儿女 都有神的荣耀 都有神的荣耀 神要他们治理全地 就是伊甸园不单单是这样一块 所以伊甸园不单单是这样一块 人要生养众多 然后变满全地 就是说伊甸园要不断的扩大 南西北这样扩大扩大扩大 扩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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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去到哪里 神的同在去到哪里 哪里就是伊甸园 Amen 这个是好好家庭 神给我们好好家庭的意证 神给我们好好家庭的意证 是神对亚当夏娃所讲的 亚当夏娃 我的荣耀在你们身上 你们生养众多 你要避满全地 你们要生多一点 然后去到很远的地方 你所去的地方 就是神荣耀同在的地方 你所去到的地方 就是伊甸园去到的地方 Amen 神要透过好好家庭 福兴遍地 神要透过好好家庭 全地都带到他的同在里面 全地不要在魔鬼的同在当中 不要在魔鬼的瑕疵下 其实这个真理 去到启示六成就 其实这个真理到启示录就成就了 我们今天在九九里面 我们抓住这个真理 在永恒里面领受这个真理 在永恒里面 在启示录当中 在启示录里面 在二十一章 在二十一章 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二十一章 启示录二十一章 第三节 看那神的章幕在人间 听姐妹 看看 我们把刚刚那幅图打出来 就是早上的梦 神一章幕在人间 神的章幕在人间 整个的天 整个的天 只是我的光头看到 都挺像 不要动 不要动 大一点 大一点 变变变变 对对对对 这样 告诉大家 将来我们楼上弄好之后 将来我们楼上弄好之后 有几块很大的LED板 我们可以变变变变变变 我们可以变变变变变变变 我们等将来 现在辛苦一点 看看那个screen 整个的天 整个天 好像彩虹一样 好像彩虹一样 这个也是第一层天 这个是第一层天 是神的居所 好像彩虹 好像彩虹 神遮盖着大地 神的帐幕在人间 神的帐幕在人间 神要遮盖我们的家庭 人每个家庭去到哪里 就是神的遮盖到哪里 这个就是好好教育 这个也是神给 每一个家庭的使命和移障 就是将你的同在 带到每一个角落 就是把神的同在 带到每一个角落 神要这样遮盖我们 这个是今朝 神给师母这个义梦的讯息 那这是今天早上 神给师母的意向的信息 师母他爸爸是开面包公司 师母的爸爸开面包公司 那个公司叫好好面包公司 所以他有很好的恩高 神跟他说要好好家庭 神跟他讲要好好家庭 好好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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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满有神的荣耀 好好家庭 就是慢慢有神的荣耀 好好家庭 要生养更多 好好家庭 神期望阿当夏娃的家庭 是好好家庭 神期待亚当夏娃的family 是好好family 神对亚当夏娃有个期待 神对亚当夏娃有个期待 透过他的生养众多 自理全地 聘满地面 神要得着全地 这幅图画 这幅图画 又不见了 就是21章第8节 21章第3节 神的章幕在人间 神的招募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在 他与人同住 他要作他们的子民 他们要作他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作他们的神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又不再有悲哭哗疼痛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不再有悲哭哗疼痛 我们看到神最终的心意 我们看到神最终的心意 透过耶稣基督来成就 耶稣救赎了我们 他现在找回了我们 除去我们一切的罪 你身上 我身上 一切的罪 一切的软弱 阿当所犯的罪 你列祖列宗所犯的罪 你自己所犯的罪 耶稣基督 都完全的涂抹 我感谢神 神接着天心 刚刚看到的预言 一条血道 一条血道 这个补血 使去我们一切 天良的亏欲 使去我们一切的罪 我们来到私人坐前 我们来领受这副意义 就是好好家庭 神的障礙在我们当中 祂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 除去我们一切的痛苦 我们过去一切的罪 耶稣保育完全涂抹 耶稣的宝血完全涂抹 他restore了我们 重建了我们 让我们重新恢复到 阿当夏娃 未犯罪之前的地位 让我们重新恢复 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之前的地位 今天我们原本一个堕落的家庭 我们今天本来是一个堕落的家庭 因为我们的家庭产生很多社会问题 因为我们的家庭就产生很多社会问题 因为人所有的家庭的问题 就产生今天社会的问题 就产生今天社会的问题 再扩大就是国家的问题 整个世界的问题 整个世界的问题 根源在哪里 在人的罪 人的罪为什么会犯罪 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家庭 是因为我们的家庭 今天神要重建我们的家庭 今天神要重建我们的家庭 重新将神的荣耀放进我们的家庭 重新把神的荣耀放进我们的家庭 伊甸园就是神同在 伊甸园就是神同在 启示录有一章这个地方 也是神同在 启示录二十一章也是讲神同在 是神对家庭的心意 对你和我的心意 这是神对家庭 对你和我的心意 神要住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好让全地都成为他同在的地方 譬如